菲基署長的上官口內 也許多年來的毛葉書分享 在菲基署副口二十六年來 在桃園的縫索上宮 為初在桃園發展 韓國道養 也在十九台的 道促比航機 如是恐怖機 韓國有勤航機 本學生的來練 和結合的學校的 觀光自身桃園 學生的正在 以著恐怖機對 他協助桃園 和太景點 團春遊發通 做做樣片 來探險船 同體的觀光 和平均發展 九仔行的恐怖機 這樣恐怖機 都是在發肥韓國台的好業 好想要也有個多位寄居 同好多位同時發肥韓國台的功能 我們今天出的任務就是 我們要來控拍這個童話祭的東西 我們要來控制一下 好可以 好上去喔 好可以 好上去喔 美航的國土通風鄉 那我一三年 會為重鑽 協商機 驚討去北國土 所以他無家 審査 沒為協商去自討 才要去拍攝哪些景象 他拍攝出來的東西 我們回來才有辦法運用 經過空中協商機 各個協下類的國土 安老爺爬兩順必須的經濟 都看得清清楚楚 空中協商機要比率順 驚討要用的協力 在亞洲 渡外連渡都在 美國合作到董葛線 驚討要用的協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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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扯雜重的桌 協商機不夠優良 像是三文歲副 台海落後驚討營養的經驗 驚討要用的協商機 和哪類舟村鑫村鑫片 像龍舟的話 可能就是要跟著船跑 比如說我們要飛來飛到海 在上面跟著它跑 像可能四周還要注意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比如說操縱手還要不時抬頭看一下 它那個飛機到底在哪裡 要不然可能一不小心高度太低或怎樣就會撞到 在起飛的時候 因為它的樹跟障礙物非常多 所以我們要注意 我們除了要進它的鏡頭以外 也要注意飛機的狀態 我們除了學者 我們一定會先教它遙控器的使用 所以剛才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我有預先用一個操作 運用身體的一個運動 讓他能夠記憶知道空拍機在空中 他操作的時候他會做哪些動作 讓教學能夠更活潑一點 生日是人間的鼻翁技術複科 其實條白口腸 但但足夠比手 比得過好爽的好度和比較有欣賞 和安東見面特別感應 以下親手分享的空中協商機 所以我們當時才會想說 我們可以用直升的一個多軸飛行器 來做一個訓練 就沒想到這幾年的無人機 也是藉由相關的設備 在做一些應用跟衍生 剛好就搭上我們時代的一個潮遊 讓學生他也有更多的興趣 因為他知道這個現在是最夯的 最流行的 在庫船渡航感應空中協商機 本來單純的秘書庫船變得加動設置 沒有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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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近來近來近來 他就有很少的疑問 讓他做來做地位好度 兩次出雜費用到的東西 就先找一點接觸 然後這樣對以後比較有幫助 以後就先熟悉一些飛機的東西 然後對以後就比較容易上手 因為感覺當一念書會對以後比較沒有出路 就多學一樣技能會比較好 就學習可能飛機的操縱面之類的 然後興趣的話就是也會比較多 就是知道他怎麼飛行怎麼運作 其實有一點難度 因為飛機其實分很多構造 對 然後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 需要分很多很多很多種 就一個基建就要靠很多的人力來完成 我告訴你 空中協商機 不在乎其他國內 同村英國國 自新國雅島來結合 將會利用空中協商機 調電自新國的好商的設計的 其興義來做空中民宿 希望人拜祖地感應救世 就想到台灣也位於一個地震帶上面 那前陣子也發生台南地震 就會想要說用機器人加上空拍 就是空運進去 然後因為空拍有商機 可以很明確地知道地點在哪裡 那也透過機器人 可以減少人力的運用 然後安全性也比較高 一個人的腦袋瓜有非常多的專業 能透過一個平台把它串連起來 那我也覺得說一個學校裡面 每個課的發展都它本位課程 如果能透過一個課程模組的方式 或專題製作 把每個課的專長鋒起來 我覺得對海仔講是一加一加一大一十 那一步的學校跟香港也在一隊進行方機 外本學生的司機內臟 韓國保養平行機 每以後司機都天面空吃茶 韓國操作流行 香港的司機經由司機救隊 都操作平行機 屬體由司機出擊到半天國學生 累天選擇 投影滾光的經驗 在國建合各國內 從初出韓國度是無用途 按理好上的自由韓國度 後面的課程